我拍到這麼暗 其實都想保留一些暗位 之後那些暗位其實就可以回去Retouch 做 主要以這些 盡量不爆 拍到高光位 我現在就開始如何處理色調和曝光 其實怎樣去做都很重要 通常我的色溫就會調到3200左右 這樣可能有點暗 拉光一點 爆了不要緊 之後就用Photoshop 我們會把它還原高光位 你可以看看我怎樣去做 還有怎樣去分析那張照片 怎樣去做都需要一些 用少少爐 我們發現這裡 建築的樓裙都偏暗的 那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很簡單 把它拉光 現在差不多要這麼多級的 1.5級 我們可以拉上去可以 你可以按住Shift鍵 這樣就有水平 就可以留到水平那些 這樣 針對到這裡先 之後呢 我們就針對光的位置 可以按一下 把圓圈剪掉 我們可以按一個圓圈 然後減少少 主要就是減回這裡的光位 針對光位 我都不想弄它這麼暗 可能減少少 這樣 再加多一點 就這樣拉下去 針對這裡 你可以反選它 讓它可以讓它100 然後填回它 填回它 填回 然後同一個方法 那麼 這樣就去處理了 那你會看到整張相片呢 就平衡了 就是 呃 這樣就去處理了 就是 呃 這樣就去處理了 有少許HDR效果,其實是單張做出來的 可能我再調整多一點 我不喜歡它在這裡,就有少許爆出來 這樣就可以調低一點 加少許對比度 如果你嫌這裡,太暗也可以用同一個方法 加光一點 反轉 100拉彎 加光 不想這裡爆出來,就減這裡 也要加陰影 大都不用了 加一級 然後這裡有些光鏡 也要加進去 清晰度都可以,令到它比較明顯 好,大致上就是這樣 再看看這裡的建築樓群,就好像有些黃 整體上都黃 我們可以去減回 在顏色那裏 在這裡 可以減少許黃 對 對 這樣 這樣就 再看看 在色調那裏 其實都可以在這裡 經常去動這些棍子 你自己按照你的喜好 都會有少少影響 那些光位那些 動這些棒 很難 這個通常就不動它 綠色 綠少少 你想那個紅色 怎樣紅化 那你自己可以自己因應你個人的喜好 你也要調節 那整體上 就差不多了 那你搞到 就是要平衡那個光暗 那之後呢 下時間的關係 那我自己之前就設定了一個Pset 就把它抄下去可以 好慢的 等一下 那其實你也要調光一點 這樣設定 偏光 不知道為什麼 lightroom看來你覺得很光 但是你其實把上面的 output出來 實際上是會灰了整張照片 因為 會變成 最後會變成 壓縮做JPEG 所以呢 那些的 高光啊 還有一些的暗位 可能都會被它 真的會失去很多 真的被它剪掉了 所以 可以調光一點點都沒問題 那整張照片好像偏光 但是 之後呢 我們去下一步 就會下去Photoshop 那裡 就去 搞一些光暗 就是把那些高光位 就 還原回 對 沒有那麼光 令到它 針對 那開的時候 那 最好有 lightroom和Photoshop 這樣 就可以把 lightroom的檔案 搬過去 直接開 在Photoshop 開回 RAW檔 記得是教智慧形物件 然後 就等一等它 先 好 在讀 鍋檔 在收拾的時候 其實都建議買一塊畫板 因為呢 長時間對著電腦 對 有塊畫板 就會令到 長時間 retouch的時候 可以 令到手 輕鬆一點 對比用畫廚 如果用畫廚做retouch 其實都很辛苦 令到手 會 很硬 所以 建議買一塊畫板 對 去做 好 到這裡 到了這裡 其實相片 已經灰了一點 好笑 那 怎麼去做呢 你會看到有一個圖案 這個就是智慧形物件 這叫 這個 先把它Copy一層的層層 之後就有Kick 點層化圖層 就是它已經不是智慧形物件 上面這一幅就是 我們點兩下 進入一個 WALL檔的impulse 之後 你可以在這裡調整 調整到1.45的曝光 你可以調整 減少一級 針對高光位 我現在要拿高光位出來 再看看 做 標準 好 大致上差不多 你可以按回 OK 智慧形物件其實是非常好用的 不論你 BIRL了 你做了一個 例如 高絲模糊 BIRL了 可能BIRL太厲害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回頭 如果你 還有後悔 可以退後 如果你沒有用的話 就這樣 就不能回頭 如果你再做下去 那就還原不了 這個 照影物件 就可以還原 我們現在 就得出了兩個Layer 第一個Layer 就是針對 一些暗位 第二個Layer 就是針對高光位 可以放大 看看 現在就是 針對高光位 全部都爆了 接下來 我就把 這個 智慧名物件 套回 這裡 我們怎麼做呢 首先 開一陣 Layer Layer Mask 在這裡開 之後 點它兩下 就會出現了 這個 視窗 之後 再減這個 顏色範圍 之後 你有一個 棍子 你針對高光位 你可以做到40% 因應你自己個人的喜好 點下去 就出來了 同時都可以點 點幾個 做參考 把它變成加 不斷可以疊上去 其實黑白就是這一層的 一會兒就會套到這裡 大致上 OK 已經選了高光位 按 確定 那一層Layer 就會出來了 有什麼特別呢 整張是暗了 但好像還是灰灰的 但是呢 你會發現現在 現在 會見到 那些高光位 已經可以收回了 由這個 死白 那些斜軌 那你 修正完之後 就減少了 這些細節出來了 但是還未夠的 我們將它 將它 由正常 選擇去 顏色增值 再暗一點 那現在好像灰了 整張 那我們再 可以做一做 Blur Blur 大概是30度 預化它 那整張照片的效果 就出來了 大致上 其實都 完成了 九成 因為這個 有些真的太過光 那就沒辦法了 除非 你在後期的時候 就拍 三張曝光霸圍 即是負兩級 浪蒙 和一張加兩級 那 你就可以把這個 最暗的 最 負兩級那張 就把它套進去 一些高光 即是 死白的位置 就把它抹一抹 即是用Layer Mask 抹走 即是抹回去 那 大致上 我都 不太喜歡 來對合想 尤其是比賽 其實都不給合想 那 我自己做法 就盡量上一張過 除非在極端環境之下 才會做合想 這個功夫 大致上 差不多了 但相片 你現在好像灰了 是灰了 你可以加一加一些曲線 令到一些 光位更加 即是 光一點 好像 高清一點 你可以拉這裡 向右拉 那就加減光暗 拉一點 或者可以 對 加多一點 那麼多 暗位可以 那整張照片就沒有那麼灰了 因為你有了細節 你再加光都OK 光得力也有細節 光得力也有細節 你見到 就是 拉回光一點 那我就 對比一下 之前和之後的分別 那 首先 放大 100% 這個是100% 這個 這個之前 這個之前 整張照片 之前 之後 實了 和有細節 之前 之後 之前 之後 把照片 調整 用Photosop之後 之後 你清一下 比較簡單 那 大致上 有人說 怎樣拍到這麼高清 那 第一 一定是前期的 就是 那天的環境 能見度高 那你才拍到高清 上的 那 之後 我們可以再用後期 來對 加強 對比 就令到那張照片 好像 哇 很高清 那 也可以 大致上做完 但我自己 還未滿足 那我自己 會 調校一點 那 可能這裏 的光位爆 即有些 光霞太厲害 那 因為一動的東西 那你也可以 輕輕把它 減回暗 少少 那 就可以把它選出來 你可以選擇 語化 零 無所謂的 你也 之後 可以加回 就是在Layer Mask 那裏 加回 那 選擇了 之後就按這個 曲線 暗 一點 你去 在這個 寫片 按 教語化 通常 教到 100 至到 150 之間的 再調 低一點 整張照片 放小 來看 可能太暗了 那 我不搞這裏 可以調 這個 降低一點 那 令到 那 令到 那麼多光的效果 對 那 可以減少效果 高光位 對 最後呢 就加回 Sharp 整張照片 那 我已經自己做了流程 這樣 你們都可以 玩一下這個 這個 挺好用的 一些的 可以記錄它 自己設定 那 現在 先把照片 合好 快捷鍵 是 Cmd E 即是你選擇了 選擇了 Cmd E 變成 一層 Layer 之後呢 加回 這張我再 拉曲線 拉多一點 讓變化大一點 之後 加回 加你 調整 就是這樣 大致上 整張照片 就是我自己的 Retouching 就是這樣 大概 好 多謝大家收看